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鸽子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 小伙伴们,植物大战僵尸啊 这场战斗依然在继续啊 那今天呢,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小屋里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我们先去寻找我们的向日葵 我们先打开这扇门啊,看看今天种哪些植物 我发现向日葵呢,他们居然打在了一起 而且呢,很多向日葵啊,都已经被挤扁了,卡在了这个 为什么他们会被卡在角落里呢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呀,这个呢,我也不清楚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种哪些植物啊 我看到这上面呢,其实很多我都已经种过了 我们寻找我们的好朋友大夫 我们上一期呢,是种过了这个生物弹机枪手 这个呢,也是种过了 上一次呢,我们种了这个 香日葵啊 那今天我们来种点其他的 我们把这个机枪射手啊 种满全屏,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玩迷迷世界的小伙伴 不小心被鸽子猜中了 那你就被鸽子点个关注哦 因为鸽子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 哇塞,感觉这个机枪射手有那么一点点有意思啊 你们看他的这个前方啊 这个炮筒的话是有四个的 哇,这个真的太棒了 我们迷你世界的这个植物大战僵尸啊 视觉感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如果说我把这个机枪 碗豆射手种满了全屏 这个僵尸他还会来找我们的麻烦吗 小伙伴们可以在评论区中讨论一下哦 哇,现在的这些向日葵都打得不可开交啊 我都没办法劝他们不要打架呀 他们真是打得我都没办法靠近他们 好,门关上,你们自便 我去种植我们的机枪射手碗豆 毕竟今天晚上还有硬仗要打呀 种,种,种,我种 哇,感觉非常的整齐啊 小伙伴们 非常非常的整齐 特别特别的帅气 你们看,站在这个机枪碗豆的旁边啊 感觉一定会胜利 我们再去捡点阳光 好,有了阳光以后 我们再去买一点 好,没问题了 再加七个 OK了 我们来把机枪射手中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这种阵容今天完了能胜利吗 欢迎大家踊跃讨论哦 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